名宅一樓陷入一片火海 熊熊火光不時傳來 噼哩啪啦聲響 濃煙向上不斷的 從二樓窗戶竄出 鄰居們焦急的在屋外 看著火勢延燒擴大 因為當時還有五個人 在屋內來不及逃生 消防隊員火樹 趕到現場搶救拉水線 撲滅火勢 進入火場裡頭搜救 沒多久出現讓人鼻酸的一幕 一名男嬰因為吸入過多濃煙 被消防隊員抱上單架 邊CPR 邊送以搶救 其他商者也陸續從火場裡 被救出屋外 火警 火警意外發生在壇中市大理區 東南路的巷弄內 凌晨三點半 當時睡在一樓門邊的屋主疑似使用的電熱扇 不慎起火 引發火警 他雖然行動不便 但還是先爬出屋外逃生 電熱扇 你知道嗎 就去做起來換人 喊他們家裡的人 可是沒辦法下來了 因為那個煙太大 屋主一次受到驚嚇 還一度向消防員說出 拿高糧酒點火驅舌 但家屬說家裡沒有酒打火機 也放在櫥櫃 他根本拿不到 認為是精神狀況不穩定 產生了幻覺 其他二樓跟三樓分別有 兩名及三名的這個民眾 那救出時的 比較遺憾都是呈現歐卡的一個情況 消防隊事後清查三層樓的後天錯 屋主的大女兒 十一歲長孫 還有六個月大的外孫 在三樓被發現 二樓房間則是發現了二兒子 以及屋主的妻子 只有睡在一樓門邊的屋主逃生 其他五人都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民眾都會誤判說 會被農煙嗆起 那實際上 火不是一開始燒就燒很大 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釋放一些液氧化碳 你會越睡越熟睡 消防局強調火警意外中 熟睡的住戶 容易因為吸入過多液氧化碳昏迷 這一次的火警意外 住在二樓以上的家人 也疑似因此失去了逃生機會 一家屋口 通通都因為大火產生農煙 意外喪命 TV新聞 蘇泰銀 黃國軍 洪彩倫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周知青 M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